再来继续看到的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与加拿大外长乔丽在3号晚间抵达了巴黎 将会出席在4号要在法国举行的法语国家组织峰会 并且会见与会的尼巴嫩政府代表 乔丽就表示由于担忧中东地区的冲突加剧 加拿大政府已经加派在贝鲁特人手要协助撤侨 同时也会优先处理来自于尼巴嫩方面的移民申请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主持内阁紧急应变小组会议前 向媒体表示已经部署军机在必要时 协助全球事务部在尼巴嫩的撤侨行动 与此同时加拿大移民部表示 已经加派人手优先处理来自尼巴嫩的移民申请 同时移民部也正考虑退出多项措施 包括允许已经在加拿大境内持有尼巴嫩护照的访客 在冲突升级无法回国时 可以自由延长在加拿大的停留时间 加拿大总理特务多三日结束与内阁召开的紧急应变小组会议之后 在外长乔丽的陪同下骑程前往巴黎 将出席在法国举行的法语国家组织峰会 总理办公室表示 正在与尼巴嫩代表团商议 在峰会期间安排会晤商讨中东局势 外长乔丽补充 加拿大政府已经跟航空公司预留了约900个座位 用于六日前从尼巴嫩的撤侨安排 三日有275名乘客 先后搭乘两班由加拿大政府预定的商业航班 从贝鲁特撤离至伊斯坦布尔 乘客中还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丹麦等国的国民 撤侖内的州民族主席 somm带习近乃一恒 外国全国的注决 普皇卫视 组客请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